自然这么晚会啊 我 让我担心 你怎么在这儿 吓死我了 你说我怎么在这儿 全是狠 没那个胆子就不要说那种话 说了又害怕 我刚看你下台 都怪同鼠同脚 你别说了 我这都是为了谁啊 其实刚才在台上 我说完那些话之后 我特别怕爱你嘛 为什么 因为自从上次 收购的事件之后 我答应你要好好做人的 现在我不当人 你的学悟还挺高 对啊 不过 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 我说了 这次我还要 我奉劝各位 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我的房间没有笑容姐姐坏话 没意思 会疯的 我帮她说话跟过去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与她为敌 你们就不要再关注我了 非常感人 我深受启发 放心吧 站在全国总决赛领奖台上的 很遗憾虽然不是ZGDX 但记住 我会替成哥举起那冠军的奖杯的 记得不会是人进步的 有空在这叨叨 还不如花点时间提升自己的 听见没 我媳妇 话操里不操 采访 看了呀 很有面丽的女人 所以才说呀 陆思诚哪个小子是 怎么说来着 祖坟上冒青烟了 对 就是这句话 祖坟上 就是这个 我跟你 怎么回事 这个 不不 朋友们等一下啊 不不 朋友们等一下啊 你怎么回事 对吧 居然记蟑螂 变态吧 用这么下散烂的手段 阴险 看 诶 这还有封信 写的什么 写啥 先给你个小教训 这么嚣张 以后比赛你都别上 观众洗离选手戏也没多远 这一看就冲童洋来的 我赶紧把他拿走吧 太有心了 我要先拍照 对 都是这种 还有这个 也拍一下 喂 警察同志您好 我报警 这个人疯了吧 什么怨什么仇啊 下这么狠的手 不疯能干出这种事 没事 忍住 好 那个快递盒子里面 还有蟑螂 刀片和死老鼠才是比我配 他们换成蟑螂 一定是我在直播间 剁嘴说过我怕蟑螂 我怎么不说 我有钻石黄金恐惧症啊 眼泪都流出来了 还说那么多 那是疼的 你都快把整瓶酒井 撒在我手上了 你知道我多疼吗 没有我心疼 他没事吧 走吧 应该没事吧 应该没事吧 走走走走 好了啊 别打架了啊 我困了 但是手疼 想让队长抱着睡 想让队长抱着睡 你的手疼 我 姐 三年多了 自然这么晚会啊 我 你不用担心 睡吧